观众朋友您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创新北京 我是主持人秦素 从古代嫦娥奔月 到玉兔二号在月背软着陆 其实中国人探索太空的步伐 从未停止过 而此时此刻 有一个飞行器正在奔向 我们中国人从未到过的 一个太空目的地 它就是最近发射成功的 天文一号火星探测器 它的这次火星之旅 到底都带着什么样的任务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会应对哪些挑战呢 今天我们跟您一起关注 出发火星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全国空间探测技术 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庞之浩老师 欢迎庞老师 主持人好 很高兴来到咱们的创新北京 和喜欢航天的朋友们 聊聊这次火星探测 三 二 一 点火 点火 出发火星探测技术 超级量的橋发火星探测技术 不合适 2020年7月23号,12时41分,长征5号姚四运载火箭,托取着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 火箭飞行约2167秒后,成功将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开启了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之旅。 本次探测,天问一号将一次性完成火星环绕、着陆、巡视三大目标,在地火转移轨道飞行约7个月后到达火星附近,通过刹车完成火星捕获,进入环火轨道,并于2021年4月择机开展着陆、巡视等任务。 为保证科学探测顺利开展,天问一号探测器携带了13台仪器,总质量为5吨,将对火星展开全球性和综合性探测。 同时,针对火星表面重点区域,进行精细巡视勘察。 去向火星,我不知道这一次任务对于您来说,包括对于中国航天的这些火星探测任务的科研人员来说,到底做了多长时间的准备? 我们其实很早就开始做准备了。 我采访过咱们的总设计师,他们说,我们这次挑战非常大,但是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所以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明年才能接收到天问一号到达火星的这样的消息。 大概是2月份左右吧。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已经有了月球探测的经验,但是火星对于我们是一个新的, 目的地,未来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我们接下来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火星探测对于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挑战。 纵观火星探测的历史,人类对火星的探索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 截止到目前,人类已经执行了44次火星探测任务,成功和部分成功的只有23次。 其中有将近一半的航天器葬身于太空当中,而且美国作为世界上发射火星探测器最多的国家,从1960年就开始进行火星探测。 但直到1971年,水手9号探测器才成功进入火星轨道。 1976年,海盗一号着陆成功,前后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 黄老师,通过小片我们可以看到,回顾历史,对于火星探测数据显示,它的成功率可能大约是50%,超过50%一点点。 那相对于我们的空间其他的目的地,像月球的探测和其他的这种空间探测任务,火星探测这个成功率,它算高还是低呢? 它是低的。 现在人造卫星已经很成熟了,火星的成功率至少95%以上,载人航天就更高了,99%。 空间探测中,像月球探测,现在已经发射了100多次了,成功率是60%左右,主要是早期失败的多。 而火星探测算上成功和部分成功的,是53%。 如果算是纯,就是完全成功的,还不到50%,43%左右。 所以我们说火星是航天器的坟场,失败率太高了,主要是它比较遥远。 火星探测相比月球探测,失败率更高,这其中有很多原因。 火星探测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从发射,入轨,着陆,再到巡视,每一步都是难点。 而在这其中,探测器要面临的最大难点就是着陆。 天文一号发射成功以后,要经过7个月左右的飞行,于明年2月抵达火星,并在4月择机登陆。 可是,由于火星距离地球太远,达到4亿公里,信号接收难度大。 因此,着陆的气氛中必须依靠探测器自主进行控制,这也导致很多航天器在这一步夭折。 在这个落的过程当中,大家广泛关注的就是被传言为最恐怖,但同时可能也是最精彩的7分钟,也就是我们这个火星探测器着陆的过程。 这个过程,火星探测器是完全在自主进行着动作的,要落到地面上,就像运动员压水花一样,有很多技术环节,要去保证它平稳,安全,同时又能够准确达到目标。 这个落,我们叫称之为恐怖的7分钟,我们国家嫦娥3号4号,落到月球也是比较难的。 这个我们叫黑色700秒,而到火星呢,它这个难度跟我们这个还不太一样,它是有稀薄到大气,所以呢,我们要落的时候,要完成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 这个有人形容,这个着陆过程,就相当于在巴黎打一个高尔夫球,这个难度到什么程度,要落在东京的某一个带里。 非常远,然后目标也非常的小。 对,而且那些侧控人员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自己的妻子在那生孩子,这个丈夫在外边等着那种交心,就特别难。 所以7分钟您刚才说到,要完成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而这背后对于航天科研人来说,其实是要解决的一个个技术难点。 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这7分钟落地的过程到底都是怎样的,而我们的探测器要经历哪些挑战。 要保证探测器在7分钟内安全着陆,减速非常关键。 目前国际上主要采用三种着陆方式,气囊弹跳式,反推着陆式,以及空中吊车式。 这次我国的火星探测主要采用的是反推着陆式。 火星探测器着陆要经历四个减速段,第一个是气动减速段。 火星探测器的飞行速度要从4.8公里每秒减速到460米每秒,相当于一个急刹车。 接下来,探测器将打开降落伞,用大概90秒的时间将速度由460米每秒降到95米每秒,随后就进入到动力减速段。 探测器的反推发动机点火开始工作,将速度减小到3.6米每秒。 这一段的工作时间大概是在80秒。 剩下的100米还有一个悬停避障,叫着陆缓冲段。 这段速度很慢,基本就是零了。 刚才我们通过小编看到短短的七分钟时间里,经历了四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在逐步地把这个速度降下来,气动,然后同时抛开这个降落伞。 同时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反向推力在着陆,然后在寻找这个着陆点。 那我想问问您,这些不同的技术环节其实要调动火星探测器本身的不同的部分来进行配合工作。 对。 那作为我们在地球上只是要发出一个指令,然后接下来的工作就完全交给它来自主进行了吗? 对,我们要提前注入数据,然后它要完成一系列动作。 当然我们这个可能还要更复杂一些,我们还要在离火星100米的时候要悬停,悬停。 要看一看我们要着陆的地点,平整不平整,有没有大石头,有没有大坑。 然后再着陆,再靠着陆腿再进行进一步的缓冲,能够让它软着陆。 所以这个一系列的过程,每一个环节,一个是要精准,时间精准,完了你的控制的量要精准。 所以很多探测器都在这方面夭折了。 目前只有美国有八个探测器在火星着陆,其他的国家还没有。 天文一号,它是中国首个我们的火星探测器。 那它的第一次的落点会在哪里? 这是怎么样来进行选择的呢? 由谁来完成的呢? 选择着陆点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美国他们选择着陆点有时候要花几年的时间。 但是选择着陆点有两个基本的原则。 第一个基本原则叫工程的可行性。 就是我选择这个着陆点,首先要保证我的着陆器或者火星车能够安全地着陆。 还有就是说阳光要充足。 因为我们探测器都是通过太阳电池来获取能源的。 第三个通信要方便。 所以目前来讲一般都是落在赤道附近。 一般我们选择的比如赤道北纬5度到39度。 这是工程的可行性。 我们一般要通过轨道器要拍摄这么几个地方,选这么几个点。 第二个是在科研上有价值。 我落的地方我是搞科研去了,我不是去旅游去了。 要在工程上选几个点,我再看看科研上哪个更有价值。 比如它的地形地貌可能更特殊一些。 或者它有的地方可能是有水的地方,从这几个点里面选择一个最有科研价值的。 所以这需要工程师和科学家相互配合来完成这个任务才行。 火星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是第一次去到的一个目的地。 可能还有很多复杂的环境和因素会对它的此次探测、巡视带来一些挑战。 那这次的挑战都有哪些? 着陆器和火星车着陆以后, 它也不是万事大吉了。 因为火星的环境比较恶劣。 它的大气的压力只有地球的1%。 另外它上面也又有强烈的辐射。 我们知道我们在地球或者在地球轨道,甚至月球轨道, 我们为什么辐射比较小? 因为我们地球有磁场。 磁场能够避开很多宇宙的辐射。 最大的威胁还是火星的沙尘暴。 火星,你别看大气不足, 它的沙尘暴很厉害。 它有时候真正沙尘暴起来, 速度是地球12级台风的6倍。 它有时候时间很长, 能三个月甚至半年, 还遮天蔽日了, 全是一样沙。 其中的美国的第一辆火星车, 吕居者, 就是因为沙尘暴。 它这个沙尘把太阳电池板盖上了。 太阳电池板盖上了, 这火星车就没有电了, 所以就停止工作了。 我还记得美国的电影《火星秀园》当中, 它们的火星探测任务, 最终没有办法返回地球的起因, 就是遇到了突然发生的火星上的巨大的沙尘暴。 对,对,对。 由于火星探测每26个月一次, 窗口时间较短, 因此除了中国以外, 今年更是迎来了炭火热潮。 很多国家将目光投向火星。 阿联酋希望号火星探测器, 20号由日本H-2A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除此之外, 之前由于运载火箭而推迟发射的美国伊利号火星探测器, 也将在7月30号发射升空。 我国此次天文一号, 也于7月23号,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 开启了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之旅。 那这一次呢, 我们的天文一号也是首次来执行火星探测任务。 从我们国家这次执行任务的角度来说, 天文一号带了哪些设备, 会做可能有关的什么样的探测呢? 我们说这个天文一号, 我们是由两器组成的。 一个叫环绕器, 国外叫轨道器, 还有一个叫着陆巡视器。 环绕器要完成对火星的综合性的一个普查。 我们的火星车呢, 首先要有照相机, 它要比那个环绕器要拍得更精细一些。 我们通过这次既要全面了解, 又要详细了解这个火星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7月22号,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天文一号1比1着陆平台和火星车亮相。 火星车高度为1.85米, 重量为240公斤左右。 火星车将在火星上工作三个火星月, 相当于约92个地球日。 通过太阳能获得能源, 期间火星车将对火星的地质、 环境、气象等进行探测。 因此, 为了保证探测任务顺利开展, 火星车携带六台仪器, 包括导航地形相机、 多光谱相机、 四表层探测雷达、 表面成分探测仪、 表面磁场探测仪、 以及气象测量仪。 为完成火星表面巡视探测科学任务提供了保证。 同时, 为了适应火星地表的特殊环境, 火星车还具备环境感知、 障碍识别、 局部路径规划, 以及多轮运动协调控制等功能。 通过多功能设置, 让人们更加直观地了解火星。 我们可以看到火星可能会产生一些复杂的气候, 比如说像沙尘暴的情况。 这些复杂的环境, 其实都给火星探测任务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那既然有了这么多的困难, 为什么人类还会不知疲倦的, 并且勇往直前的要探测火星? 因为火星是跟地球最相像的一个星星, 只不过经过几十亿年的演变,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科学家现在想得很远, 我们能不能造第二个地球, 把火星改造成人类第二个家园。 所以现在要对火星要做各方面准备。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探测火星上到底有没有生命。 人类对火星存在生命的幻想一直都有。 比如在80年代, 火星叔叔马丁电影中, 讲述了火星人马丁在地球生活的情况。 除此之外, 往后我们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 也可以看到有关于火星有生命的故事。 而且在1976年美国海盗一号太空船 在火星上也拍到了一张类似人脸的图片, 鼻子眼睛轮廓清晰可见。 这也更加加重了人类对于火星存在生命的猜测。 不过后来经过科学家验证, 所谓人脸根本不存在, 它只不过是火星上的一座山丘, 是光影造成的错觉。 虽然到目前为止火星表面没有发现任何生命迹象, 但人类对火星存在生命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 有很多人在火星地下发现了水的痕迹, 只要有水就有可能存在生命。 1972年第一颗火星探测器水手九号飞越火星时, 发回了一张清晰的照片。 这是火星第一次向世人展示它的真实容颜。 在这张照片上, 火星表面呈现出沟壑和峡谷, 它们像树枝一样印在火星表面, 这让很多科学家感到非常的震惊, 因为它与地球上的一种地貌非常相似, 而这种地貌大多是由水冲刷而成的。 这让专家们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火星上曾经有过水。 火星上留下了这个水冲刷的痕迹, 另外有些科学家也似乎发表过, 探测到有地下水。 那么到底我们需要找到什么样的证据, 可能才能够判断火星上存在过生命, 或者是的的确确它是适于存在生命? 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在火星上采样返回。 我们把最认为可能有水的证据要采样返回。 像这次美国的毅力号火星车将采一些样品存到某一个地方, 为后来的采样返回探测器做准备。 按照计划, 我们国家现在计划在2028年发射火星采样返回探测器。 有可能是世界第一个采样返回探测器, 但是这个必须要特别谨慎。 所以看到在接下来, 无论是我国还是其他的国家, 其实全人类也同样把很多的目光都关注到火星, 因为毕竟这是茫茫宇宙当中与我们有着高度相似的一个星球。 它过去是否存在生命, 对于我们了解它的起源是非常有关的。 而了解了它现在的情况, 其实对于人类未来的命运和地球未来的命运, 都是一个非常强的判断的依据。 我们看到此次天文一号的发射成功, 对于2020年中国的航天大年来说, 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那下一次我们要听到有关于天文一号的消息可能要再过七个月的时间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心心念念, 正有一个勇敢的火星探测器在执行我国的首个火星探测任务, 它正在向火星进发。 那么我们的节目也将跟您持续关注天文一号的消息。 这里是科技大星,我是秦素。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不少的科技企业都投入了自己的科研力量来进行抗疫。 而今天我们要探访的这家企业, 他们对抗新冠的秘密居然藏在了婴儿的期待里。 婴儿的期待是怎么样对抗新冠病毒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探访一下。 换了三双鞋,穿上防护服,经历了风铃。 经过这一道道非常严谨, 还稍显有点复杂的防护程序之后, 终于我进到这个实验室了。 我身旁的工作人员, 他们正在处理从期待当中提取的治疗新冠的非常重要的物质。 到底它是什么呢? 我请我身旁的这个项目的研发注册的负责人刘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好, 然后我们的技术人员正在处理的就是这个来源于期待的细胞, 然后它叫尖充质干细胞。 干细胞是一种具有多项分化潜能和自我更新能力的细胞。 在一定条件下, 它能够变成我们身体中的任意一种细胞, 用以替换我们受损的细胞。 因此, 在医学中, 它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而尖充质干细胞就是干细胞的一种。 它能够修复因病变引起的组织器官损伤, 同时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持续分泌免疫调节因子, 使人体的炎症反应下调, 减轻人体受到的炎症损伤。 那为什么像这种健充质干细胞, 它能够治疗新冠肺炎? 那我们知道, 部分人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强烈攻击, 然后它自身免疫细胞会发生一个明显的陡增, 然后进行这个对抗病毒。 但是在对抗病毒的过程当中, 它会释放大量的这个细胞因子, 引发的这个炎症是我们人体无法承受的。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健充质干细胞, 它本身有这个免疫调节作用, 尤其到后面这个细胞因子风暴明显出现的时候, 控制这个免疫的这个调动, 来把它维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缓和人体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如果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城池, 那免疫细胞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守军, 而当新冠病毒入侵这个城市的时候, 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积极大军去全力歼敌了。 可是战争往往都是有代价的, 当免疫系统在杀敌的时候, 也会造成城内的这些民居或者施政设施的损毁, 而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头脑冷静的政委出现, 来提醒我们的免疫系统, 既要杀敌, 但同时不要杀红了眼, 杀上了头, 把城里的这些设施也给破坏了。 因此呢, 我们的这个干细胞其实起到的就是这个政委的作用, 对于我们的免疫系统所产生的这个免疫反应来进行调解。 对了, 像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在武汉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这边就已经开始用到兼充制干细胞进行抗疫了, 尤其针对于重症患者, 这个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吧。 当然了, 我们的干细胞不仅是能用在这次的像抗病毒的这个抄结作用当中, 还有像糖尿病的治疗方面, 像肝硬化这样的治疗当中也是应用的比较广的, 我们现在也是正在跟这个医院合作进行这方面的临床研究呢。 在上个实验室当中, 我们了解了对于过度免疫反应起着调节作用的兼充制干细胞, 而来到的现在是一个新的实验室, 在这个实验室当中同样有一种细胞, 它们对于新冠病毒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它是什么呢? 这边的养的细胞叫NK细胞, NK细胞是免疫细胞当中的一种。 NK细胞全称为自然杀伤细胞, 是人体免疫系统中一种重要的细胞。 一般来说, 免疫细胞想要识别并杀死特定病毒, 是需要人体免疫系统先接触到这种病毒并且记住它。 然而, 一些特殊的病毒, 比如新冠病毒, 会对人体的免疫系统进行干扰, 让免疫系统记不住它, 从而无法对免疫细胞下达指令。 而NK细胞因为本身便具有记忆功能, 所以不会受到影响。 在他遭遇到新冠病毒后, 自己就能识别并且清除它。 听起来, 这个NK细胞跟普通的免疫细胞像是两个不同的警种。 普通的免疫细胞更像是派出所的值班的民警, 而一旦发生案情的时候, 需要去到派出所报案, 民警在进行执返。 而NK细胞的杀灭病毒要更加直接, 它就像是一个在大街上巡逻的巡警, 一旦在案发现场发现了问题, 它就能够现场执法来办公了。 对的。 那我想问问, NK细胞本身就是我们人体里有的一种细胞, 为什么还要制备它去对抗病毒? 其实像病毒发病之初, 我们是有一个自身的对抗的, 但是当这个平衡被打破之后, 病毒它在体内会有一个明显的扩增之后, 你的体内的免疫抑制作用就会降低, 然后甚至是被病毒反超。 就我们体内的这个警力, 可能增长的速度并不如病毒快。 对, 所以我们需要。 当病毒过快的时候, 警力就会不足了。 对, 那警力不足我们肯定是要调配的, 目前我们也是想尽快地参与到这场抗疫之中, 现在我们的技术都已经准备到位, 然后也是等待医院这边的病人入座, 就可以开始这个临床研究了。 我们今天在两个实验室看到了两种不同的细胞, 先充治干细胞和NK细胞, 而且我也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这两项技术其实它的起源都是从我们人体本身, 自身的细胞来取材的。 对, 我们就本身就是属于细胞治疗行业, 其实在新冠之前我们已经是从事这个行业挺多年了, 在疫情来临之后呢, 我们接触着之前积累的这些经验, 也是积极参与到这场抗疫当中, 希望尽早结束这场疫情。